哇你们看今天的这份薄切牛排 真的是完美实现了我对牛排的幻想 哈喽大家好我是安静 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吃西餐了呀 然后我就去搜到了这家店 它是四大顶级牛排馆之一的美式老牌店 全世界总共好像11家 其中有3家就在日本 它也算是有80多年历史的老店了 那到了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家这种老美国的装修风格真的很强烈 然后菜单非常迷惑 有很多这种什么什么cut 它其实就是薄切跟厚切的意思 选好牛排之后就可以去吃它自制餐的部分 这个部分超级的快乐 因为这个算是开胃小菜嘛 所以我们就拿一点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但是这个就是自助餐的错误吃法 大家以有为界不要向我学习 看到这盘了吗 这才的正确吃法绝对不亏 它家的肉丸子跟盐酥鸡腿是真的很好吃 给一波八分 还有芝士番茄跟三文鱼 我们这种杂食动物就是快乐 但是三文鱼还是算了吧 它就像鱼界里面的猪油 但真的好久没有像这般敞开过吃了 忍不住就想对比一下 吃到这种欧洲人菜的牛排 你会觉得日本餐里是多么的小吃的 趁着牛排还没有来 我又订上了一排精致的小蛋糕 它这里面有慕斯 泡芙 马卡龙 但这个时候真的不要吃太多了 因为牛排马上要来了 他家上牛排的时候有个特点 就是桌前献切 大厨为拖的这种经典不像钢餐车登场 有一种要大干一场的架势 但是下手却很轻 手起刀落一份薄切牛排就上桌了 他们家牛排没有那种很花哨的摆排 卖像属于朴实的那一瓜 但它的配菜是真的实诚 钱包看到了都感到欣慰 五分熟的软硬是刚刚好的 温温热热 不计嫩滑还挺多汁的 它用的虽然不是那种入口即化的和牛 但是每排的这种口感 真的是相当的劲道 不愧是主打菜 牛排的三种配菜是可以选的 我强烈建议要选土豆泥 软糯又香甜 而且它有一种很浓的奶香味 你可以切一块牛排 然后放一坨土豆泥上去 那种细腻的奶香和嫩滑的牛肉 在你嘴巴里面浇织 四大顶级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真的是我吃过 土豆泥里面最细腻的 这个菠菜所以是这种奶奶的味道 但它搭配牛排吃起来会比较清爽 家电的用餐时间只有100分钟 我们就一边拍摄一边吃 吃了现在就跟在塞泡一样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 记得安排好时间 不是那种好风味 刚才吃太多了 我们两个人吃到浮墙而出 而且他们家价格居然这么便宜 我们两个人才吃了1000块钱 总的来说性价比很高 超市又跟你的大尾王过来聚餐 阿基推荐指数 8分 卡维尔